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幼陪伴父母随军迁徙大江南北 在军旅生涯中长大 少女时代去北京当卫生兵并继续求学 先后在北京大学解放军军医大学解放军总医院求学 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硕士学位 她凭借在新内科领域研究的论文成果 受邀到美国做访问学者 将改革开放初期军医大学王室书写成册 将最深的体会都写进了长篇小说《七瓣丁香》 2015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她曾荣获首届华人影视文学奖优秀创意奖 2021年第一届华美族移民文学散文佳作奖 在北京新书发布研讨会上 她的作品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影视界导演制片人的高度赞扬和好评 受到上海东方卫视的关注报道 她曾受邀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做专题演讲 她是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欧洲新移民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海外文宣会员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日报台湾时报复刊落成文院编尾 她的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国内人民文学 芳草、文学时代、广西文学、红豆、华夏、陕西文学 每年有散文短篇小说 建于香港、文宗、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乔报、洛杉矶、中国日报等 小说洒门入选十几部文选和文集 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 入选海外华人短篇小说选编第二集 她的小说《书评》被发表于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中国日报 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军衣题材的长篇小说《七版丁香》昨天开始发行 该小说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军事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进入部队医疗系统的求学、爱情、工作、事业等经历的过程 反映了八十年代青年军衣的奋斗故事 《七版丁香》由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董经所著 作者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并融入同学同事的生活 深刻反映八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纯真的爱情和改革开放不断加深的社会动态 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对现在的年轻人也罢 对我们同时代的人也罢 回顾当年的奋斗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外界评价《七版丁香》是一部真实描述改革开放后 青年军衣面对改革浪潮努力冲破时代的局限 追求新生活追求爱情的人生故事 是一部能让人产生共鸣令人感动的军衣题材小说 在美国我主要是在大学搞科研后来进入这个大的公司进行这个产品的研发 后来又进入这个美国的医疗界从事医疗管理 我参加了这个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参加这个华文作家协会对于我来说呢 真的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 在这之前我曾经写过大概有四五篇散文发表在洛杉矶的当地的华文报纸上 东西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这个文艺复兴之后的经典 读了这么多文学作品以后 在我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一个信念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朝着写作这些方向发展 而且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 尤其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个意愿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立下了 我觉得这个创作的灵感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就是个人生活的经历 和我对生活的这个观察和思考 这是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我都比较注重和人大教导观察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 我觉得对积累素材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点使我能够热爱文学吸引我阅读 阅读文学作品以后使我觉得心胸宽阔 使我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描绘这个世界 所以是这两个原因导致我爱上了文学 改革开放初期 董金在解放军总医院做研究生 每周在科技馆有外国专家讲学 医生护士学习英语的气氛浓厚 临床实习时 他在心内科已经带头用英文写病例 出国留学 考教育部出国 考世界卫生组织 出国进修 是当时解放军总医院所提倡的 董金在写硕士论文时 首先用英文书写 还做成了英文幻灯片 硕士毕业前夕 世界卫生组织 心血管医生代表团访问中国 带队的是美国心脏病协会副主席 Dr. Richard Conti 他们在北京访问了解放军总医院和妇外医院 学术交流之后 外国医生们参观了心内科病房和301医院 代表团团长Dr. Richard 他说 董金的研究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能去美国深造几年 一定会对未来有所帮助 首先进了医学院 上完医学院毕业以后 我又直接考了研究生 说明我爱上了医学 但是爱上了医学 实在我认为自己是太幸运了 一方面自己成为了一个医生 那他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好处受益匪浅 主要表现在第一 就是医生 他对一个人 人的个体的生理机能 了解的十分透彻 其次呢 他不光是对生理的机能和疾病了解的透彻 还对人的精神层面 心理层面 有着专业的知识和分析的能力 所以这对这个文学创作吧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当一个客观的人 你看的比较透的时候 你在主观上 又能去观察他的心理活动 或者是想象描绘他的心理活动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七半丁香》这是一个长篇小说 我进入作协以后 第一年首先写了大量的散文 我用了九个月的时间 这个也是业余时间下了班 晚上写的 完成了初稿 一共用了九个月时间 那为什么我要写《七半丁香》呢 《七半丁香》 它是我认为 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这个人生的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 初期那个豪情满怀的岁月发生的故事 也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那么在为私化建设 出力 努力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 我们向旧时代的很多东西告别 包括人性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那么在这个中间发生了很多生动的故事 就像我在《七半丁香》写了三对男女的 他们的不同的经历和生动的故事 我采用的手法 我也是学习西方小说的写法 他并不是像咱们中国说书的那种小说 那种单向曲线的描写 我用了三条虚实线 平行向前推进 结果完成了初稿以后 那个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 他也是我最好的一个文学奇盟老师 那么他就对《七半丁香》的初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同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那么我在2013年用了一年的时间 进行了三次的修改 2014年是在《变形老师》的指导和建议下修改了这部长篇小说 很多读者都是一口气两口气看完的 确实是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给一些文友或者朋友寄书 他们拿到了《七半丁香》 不论是教授还是普通的从来对文学 并不是说自己要写作的人看了以后都特别喜欢 我自己认为这部小说文学的造诣并不高 但有一点是不可质疑的 就是他非常好看 凡是看过的人都说 要是排成电视剧或者电影该多好看 在北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研讨会 是由远东出版社来开的这个会 在北京很隆重 很多文学界的专家 像何振邦啊 陈建功啊等等啊 文艺报的社长啊等等都来了 还有影视界的像一些导演还有大的制片人等等 都参加了《七半丁香》的新书发布会 大家一致都给予很大的肯定 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吧 能够把这个时代描写的还是比较活灵活现 另外也觉得哈 有很大的影视改变的余地 青年时代 董经曾拜访过《青春之歌》的作者 作家杨默 他回忆写道 汽车终于启动了 我望着杨默老师的身影 直至他离开了我的视线 三十多年过去了 但是在寒风中久久站立 为我送行的杨默老师的身影 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 卢家川等人物一样 已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 让我永生难忘 我的长篇小说《七瓣丁香》出版后 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陈电信教授 在《文艺报》发表书评 题目是《七瓣丁香》 新时期的青春之歌 电信教授把小说《七瓣丁香》 称之为《新时期的青春之歌》 这让我十分感动 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这部书被著名文学评论人公众 欲为可与芳华 遥相呼应 相应生辉 由于 这部小说的画面感强 有三条叙事线 非常适合影视改编 很多影视制作人 导演也认为 这部小说具备了影视改编的基础 于是2015年4月 在北京参加完《七瓣丁香》 新书发布研讨会后 董经去了北京西单图书大厦 买了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包括《渴望激情燃烧的岁月》 《闯关东》等剧本 回到洛杉矶 他仔细研读 学习剧本写作的格式、技巧 并做了详细的心得笔记 几个月后 他开始动笔写电视剧《七瓣丁香》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 董经作为第一编剧和文友《湛少尹》合作 他们在电子邮件中交换文稿 用了三年业余时间 完成了四十集电视剧 四十多万字的文学剧本创作 并由海哲为电影《七瓣丁香》作词、落歌作曲 电影的版权确实是已经卖出去了 而且本身很多厂家、制片人都加入了 准备拍《七瓣丁香》的读者 给我通过不同的渠道 表达了他们对《七瓣丁香》 希望能够搬上荧幕 包括陈公众教授在他的论文里写到 《七瓣丁香》是可以和光华相互灰映的 相互生辉的一部作品 所以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那么我就在2015年 新书发布会完了以后回到了洛杉矶 回来以前我就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概出了十本很经典的电视剧 就像《渴望》、《四代同堂》等等 十本 那么我买回来了就进行了钻研 做了很多的笔记 还请了一个比我的文学功底 还要好的一个文友一起合作 开始动笔《七瓣丁香》的电视剧 那么这个写作的过程实在是非常艰辛的 因为它这个剧作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非常不一样 它有它的规律 我也学习了它的规律 也找了一些老师给我上课 包括我在国内的一些编剧 也跟我跟我谈过话 也讲过我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样写作 但是呢 对我的整体提高很大 经历了三年的磨练 我也看到了《七瓣丁香》电影的剧本甚至 我并没有创作这个剧本 但我也想象着它能够像《芳华》那样 在群众中 在广大的观众中 青年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可惜这个时候就疫情来了 刚疫情的早期把这个版权卖出去 就一下子把我关在了美国回不去 而一些省市都非常的就是在拍摄上受限 大批的人这样行动很受限 就没有能够直到今天呢 还没有开机这个电影 但是这次我回国嘛 我去年的年底回了一次国 也跟这个买我的版权的公司也聊了 他们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还是会拍的 另外关于我的电视剧吧 我就更不发愁 因为这个电视剧吧 如果电影的效果好呢 电视剧一定能拍 电影的就算是没拍 这个电视剧啊 我觉得写的比小说好 那么我不愿意马上发表它 我完全可以发表 我不发表 我愿意等到这个电视 这个国内的形式各方面好转了起来 这个影视这个电视剧还是应该上演的 我有这个行动 我愿意马上演唱 沉醉的苦涩 岁月如河 你是浪花的一朵 这无悔 今生今世永不消磨 曾经沧海沉苦 你依然在我的心窝 爱你无悔 今生今世永不消磨 走遍天涯海角 你永远在我的心窝 人生道路多少缺少坎坷 青春脚步不要天息蹉跎 心中渴望 穿风不眉的夜花 苦苦追寻 夏月刚刚的星河 这无悔 今生今世永不消磨 曾经沧海沉苦 你依然在我的心窝 爱你无悔 今生今世永不消磨 走遍天涯海角 你永远在我的心窝 爱你无悔 今生今世永不消磨 走遍天涯海角 你永远在我的心窝 在疫情期间 也就是2020年2月动笔 2021年94月完成 这样的一部30万字 比《七万丁香》几乎这文字 多了十几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 装在我的心里 二三十年了 那么我用将近一年的时间 每天写一千字 坚持写 这样在去年四月完成了初稿 完成初稿以后 也是受到了一些专家 比如说陈公中教授 江少川教授 龚云教授 还有收到了陈瑞琳老师 他们看了初稿 还有王洪奇老师 看了初稿 他们看了初稿以后 甚至有的教授觉得很惊喜 希望我能把这篇小说改好 一定要下大功夫改好 而不是像西班丁丁那样 一年后就去发表 我也 当时我写完以后 我就已经确立了 三到五年 甚至十年的改它 我不到改得满意 不到打磨得好 我是不会发表的 那么呢 为什么呢 这是我心中的最大的一个城堡 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今后就不写了 但是呢 这个城堡 对于我来说 很多教授给我鼓励 比如像江山川教授就说 要像经典看齐 要像优秀再优秀迈进 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一认识陈电兴教授的时候 可惜他去世了 他只看了一遍初稿 就去世了 他曾经跟我说 他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他懂经这部小说如果写好了 我真的是很有希望这个盘登新的文学高峰的 那么我呢 确实是这个也是这样想的 他激励着我每天都生活得很愉快 他激励着我每天手离不开书 心里在想着怎么改好他 他也激励着我在文学的道路上 一步一步的前进 到写精品以至于得奖的文章 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觉得不论是在长篇小说 还是在短篇小说中 散文的文笔用了至少三分之一 你没有这个基础 你是写不好小说的 你的散文不好 你是其他方面是达不到这个语言的精度 2017年发表了这个 《玛丽安娜的圣诞礼物》 发出去以后 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 虽然这篇小说 并没有特别大的深度 但它对人性也是一个揭示吧 其次呢 我又写了一个就是 《人在天涯》 发表《在红豆》 也是受到了一些好评 然后我还写了这个 比如像《自贡王室》 刚开始我叫《三岗上的歌声》 那么在今年它发表在 这个展西文学 实际上我是在那个时候就写了 但是最使我感到非常受鼓舞的是 我用了实际上这个短篇小说 一万二千字吧 我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再好好地写它 我用了一点点地写它 就叫《心事》 这篇小说我下了比较大的功夫 终于呢 得到了很多专家教授的好评 有七位专家推荐 这部小说到《人民文学》去发表 所以呢 使我感到深受鼓舞的同时 也觉得自己在写作上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在这之后 我又继续写了 康乃馨与百合花 还写了这个有关疫情的小说 那个《孟幻尼娜》 有些人认为这个小说 是卡夫卡的反用之的一个笔法 还写了这个绿皮火车的上本相遇 发表在广西文学 反正这些短篇小说 都发表在省级以上的文学杂志 是我备受鼓舞 为什么我在写完了 我在前面曾经谈到写剧本 对一个人有多么大的帮助 也就是举手投足 那种精细的描写 要在短篇小说里比中篇小说里多得多 因为短篇小说它切一个生活的切面 而这个切面你要非常生动的 会声会声的去描写它 这个功夫就不像中篇小说了 那你在运筹帷幄谋篇布局上 而中篇小说是可以让你啰嗦几句 你也可以把一个小事拉得很长 你也可以把很多的素材 加在一起的写去吸引人用个几万字 但是短篇小说不是这样 短篇小说容不得你浪费一句话 短篇小说需要你有很好的描写功力 同时容不得你有很多的瑕疵 那否则别人是不会给你发表的 因此我觉得短篇小说可以说 既是一个很有益的题材 因为它可以把你心中想表达的 生活中的一个切面是当下的 也可以是久远年代以前的 你都可以用短篇小说的方式写出来 岁月如梭 指出斑斓的生活 岁月如闲 谈向青春的欢乐 岁月如酒 酿到沉醉的苦涩 岁月如河 岁月如河 你是浪花一朵 天生道路 多少曲折坎坷 青春教育 不要停息蹉跎 心中渴望 春風不滅的夜花 孤孤追尋 夏夜耿耿的星河 真愛無悔 今生今世永不消諾 曾經江海沉浮 你依然在我心活 愛你無悔 今生今世永不消諾 早遍天涯海角 你永遠在我心活 你永遠在我心活 你永遠在我心 飲品 你永遠在我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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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大学 考研究生 我每次都能够很顺利 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 都能够一次成功 这是我的人生中的一大乐视 其次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 《实验室的风波》在荒潮这样一个 还是打表了 我非常的高兴 还有就是《七盤冰箱》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我其实上现在手里也就只有这一本书 就是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发表 特别在北京开了这样一个隆重的发布研讨会以后 我感到是人生的非常大的喜事 这次的一本书 加上海运东西 继续写传出的转型 最后就会发布的转型 再加上海迷子 有点变得很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缓轻的秀才 那么他是在六十几岁才有了我父亲 那这个爷爷呢 去世的时候父亲才十二岁 紧接着我奶奶又生病去世了 那我爸爸他就失去了双亲 他和我的二叔就成了这个孤儿 那么当时呢 爷爷死的时候在这个 郑江营就是说河北省王山县郑江营村教书嘛 他教私书 那我父亲呢就在那个郑江营村呢就当了地主的小长公 才十二岁 那真是吃苦受累 在西七卢沟桥事变的 1937年后 整个华北都被日寇的铁梯所践踏 1938年2月我爸爸的这个河北黄山县郑江营村就来了 以八路军的队伍 我爸爸就听他们唱了一个三大纪律八相主义 也看到这些军官不打骂士兵 他就决定他要参加八路军 问别人要不要 后来说要 他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 从此他就走上了这个抗日战争的战场 所以父亲在这个一系列的革命战场上 这个走下来 锤炼下来 成为这个人民军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也很不容易 他今年99岁了 我最感到欣慰的是 99岁的父亲他看到了新中国 成立70多年 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回答成果 欣慰和难忘 2015年到2016年 好像不论是中国国内还是我们海外 都掀起了一个旗袍热 那么小时候我是跳民族舞蹈 那么我后来呢 2016年参加了露山基的一个旗袍会 经过了八次正规的训练就可以走上舞台 去这个表演 使我在这个自己的身体形体姿态方面 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呢 感到真的 现在回想起来都特别的美好 我有机会成为这个世界级的旗袍大赛的顾问 走过好几次红地毯 甚至在这个 就是金球奖班奖地的希尔根饭店里 举行过好几次这样的大型的旗袍活动 还参加了这个 这个电影节等等 都留下了我的身影 也走了红地毯 我才知道什么叫走红地毯 所以呢 我觉得这段经历 使我觉得旗袍 它是中华传统艺术 它和其他的艺术一样 它不但可以 使人的身体健康 也非常的养心 岳目 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这一段旗袍情缘 我把它写成了散文 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前年 所以我也很欣慰 也留下了自己的一些记忆 另外呢 就在疫情期间 我呢 又对这个古典音乐非常情有独钟 那么因为疫情 很多时间都宅家 那我就是有规律的 在文友的帮助下 那些他们就有经验 也对古典文学很了解 甚至写过书的这样的文友的帮助下 我每天坚持听一首曲子 一个星期听 一天听十遍 一次听 一个星期 就这样的环强的训练自己 使自己呢 在短短的两年里啊 对很多文学大师 对这个古典音乐的起源 以至于他们的这个曲目吧 都非常了解 举个例子来讲 与董经对话 可以从头至尾 满满的感受到 匠门之女的直率 从年少的军旅生涯 到后来的移民人生 他脚踏实地地 用知识和阅历 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回顾这一生 他为心爱的医疗事业 付出了许多心血 中年后又为留下人生感悟 提笔开始创作 一篇篇佳作中 有年少时的争容岁月 也有中年的已拟生活 时至今日 他依旧比更不错 在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里 自由翱翔 留下来的词